黃培宇小姐 這一檔的展覽總開幕到現在 一直都讓我的培宇姐一直非常操勞 她真的是我姐 然後呢 這個也是宇宙大報告就決定了 我在這邊辦展覽 她來幫我承辦 這個不是故意安排的 這陣子讓培宇姐很辛苦 那謝謝大家來參加 我們這場簽書會跟一個展覽的小座談 那其實是 我的想法是說開幕完 那個活動組的唱完之後就結束好像有點怪 所以但我們也要出畫冊 所以就是透過畫冊來跟大家 當成一個結緣品 好 那我大概講一下 其實策劃這個展覽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 有一些原有淫緣 就是兩年前剛好今天 兩年前的今天 早上看到的是三個人 五百來我們展場 我們三個人合照 然後那天是那個 那個 應該是浴展 就我跟孫哥末日移去的展覽 也是那場展覽 就是拉出了 我們跟顏忠哥 我們三個人一起有這個孟河展覽的原有 那事實上呢 我們三個人的繪畫的面相其實都是不同的那個視覺表現 在策展過程其實很頭痛的 光是要什麼畫跟什麼畫擺在一起 還有呢這個主題之下 我們如何呢 喬到一個對話 然後我們平常又不太去管對方要畫什麼 那我不可能去管 所以在整個策畫過程 包括我在書寫論述的時候 都有一些 很 要動動頭腦的地方 OK 那就這個是一個策展的原有 那接下來呢 其實 孟河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啊 除了大家看到我們後面這張畫 聖歌是 那個 在後面邊側我們往前衝的那個 就是指引方向人 然後我是長多了 他眼中很驚訝 大概是這樣的狀態 然後遊在孟河裡面 但是各自呢 都帶出他的一些 創作的內容跟想法 我想今天就我們輪流 講一點 然後做一些討論 然後在開放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聊聊 好不好 要聲歌寫嗎 好 好 請聲歌 我們要談談真正的感受 因為我最近看新MV 我都給他用到老爸媽 我都不是在傳簡訊跟他講 就是MV首播 然後呢 看到那個 二十幾年前 他突一要讓我們找 聽說你也有老爸媽 聽說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剛剛 在路上就一直跟那個 TESTO 我剛剛在路上就一直跟LISA說 我連音樂都已經不知道要怎麼講的 我講美術我實在是更不想怎麼講 一直我每次進到這裡我就覺得很不自在 就好像 你們兩個是大師 我其實是跟著他們走的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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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沒辦法 我講完了 我講完了 哈哈哈哈 高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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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了 嗯 我剛剛還 拐去買香檳耶 我知道 我發的香檳錢比高鐵票還貴 我帶了四個沒來 算貴 對 然後 我 我今天是來郊遊的 說實在的 真的 因為 藝術創作是不居行事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負什麼責任 我也負不起什麼責任 我就是一如我在書上寫的那個說法 可能 以前真的是比較喜歡畫圖 然後 然後 做音樂 就是為了 好生活吧 然後 嗯 發圖的時候 確實 比較 比較沉澱 就 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 炫耀 然後 做音樂 自然就很吵 一堆人 你知道 發圖永遠都是 很孤獨的 但也沒有 真的覺得什麼孤獨 就反而比較平靜 所以 估計起來 我可能 本來是 應該是做那個事 結果 後來就做了那個事 後來 又 慢慢又跑回去做這個事 大概也就是這樣而已吧 我真的說完了 不過 甚至還是有 他還是有在我這個 等一下要講的 那個 那個 劇情裡面 因為本來我想要 以這一句話 當今天講座的主題 叫做 藝術創作是 不具形式的 因為 針對用這個主題 當他的那個 那個 這個 展覽的文章 內容 所以想要 聊這件事情 嗯 這話 是徐玉光說的 不是艾薇薇 是徐玉光 因為我們去 幫艾薇薇做一張專輯 然後因為 做著帶一個錄音師 就是 我的老師的兒子 就是現在的錄音師 徐玉光 然後 因為在錄音師裡面 沒有真的幫上什麼忙 因為大陸都有自己的錄音師 那 三五天下來 那個 老艾就 問 徐玉光說 欸 光光你是做什麼的 徐玉光說 我是錄音師啊 我沒有看到你做任何事 這樣 然後徐玉光就很火 他就說 藝術創作是不拘形式的 他經常在 世界拍名 數一數二的大藝術家面前 講述這句話來 當場老外就跑到櫃台去拿兩瓶 鍋頭 直接就喝掉了 是這樣的形式 就是 後來這句話一直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打轉 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覺得 你有什麼所謂的藝術的那種 出招 比如說你會畫圖 你會寫字 你要幹嘛幹嘛 但是 你就是 我覺得 即便是我做一個 推銷員 我也會把它弄得 嗯 蠻藝術的 的意思啦 就是說 藝術這兩個字 我確實在生活裡面其實 不是代表了說 你是會 慢慢弄腹 將來 如果你 很會講冷笑話 那也算蠻有藝術 天分的 大概是這個藝術 所以 我估計 我當時如果 也沒有做音樂 然後也沒有來畫圖 然後我就繼續做我的那個 汽車的生意的話 我以前是在 河北一路 做汽車零件 我也會把我的摩托車 弄得很 然後 在那個 高雄這樣騎來騎去 我也覺得 我是一個 很有活力的 很有氣質的 賣汽車的那個活塞的 業務員 我還是會做成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謂的 藝術創作是 不具形式的意思 所以 它就也產生在我的畫裡面 我就沒有在觀察要畫什麼 我就想要畫什麼 我就要畫什麼 因為我沒有包袱 我永遠都有一個 很了認的姿態就是說 哎呀你畫了什麼東西啊 你根本就是構成是扭曲的 我有沒有學過美術 對不對 你們負金的才有負擔啊 我沒有負擔 我們兩個都是 學長學弟 我真的也沒有 我真的沒有學過一天 我就很開心這樣 我永遠沒有負擔 我說完了 換你 換你說 其實 很少看到 阿神講話 那麼客氣 不好意思 我剛從醫院出來 沒有幾天 他平常介紹我們不會喊大師 他不是說這個藝術家有沒讀 就是那個藝術家有性病 這個毛病 我不曉得好笑在哪裡 玩了二十年的梗 永遠死不悔改 所以 在公開場合 勸他戒掉這個毛病 以後看我們兩位叫大師 大師 大師 大家同意嗎 同意 其實這一次的話 我要感謝阿神跟阿薇 這位 也引游詩人 他在我眼中 阿神在我眼中 他在我眼中 阿神在我眼中 其實他也是 弄到偶像 其實我從來不願意這麼說 真的嗎 假的 事實內在你才講出來 怎麼要 怎麼要矜持一下 因為這個展其實來的 蠻驚嚇的 就是說 我這幾年一直忙著在辦 國際巡戰 其實畫畫創作 不困難 但是要很高的自律能力 沒有人會比你創作 你不創作 你到最後決然一生 也沒有人會留你 但是你願意 接受這個世界 給予的美好 你願意回饋這個世界一些什麼 我們就把一些 美好的作品 盡量能夠留下來 這是一個創作一貫的理念 只是每個人用的方式不一樣 走的路徑不一樣 那我剛剛談到的驚嚇是什麼 我覺得辦展很辛苦 創作不辛苦啊 然後這兩位 我說的移遊詩人 跟這位國際藝術家 地方士生 最近拿弟弟當選 也不曉得是這麼職位的官員 他們兩個 在酒席上談笑風聲之間說 我沒有進高美館 我覺得很奇怪 那一點鋪陳都沒有 他很客氣地說 跟隨兩位大師 我也不曉得這個宰是怎麼搞來的 這個 肯定是 但是 中間又有某某 崇拜他又不承認的 這種 成分在裡面 我覺得多多傻傻有 評審啊 之類的 評審不是你在掌控 反正裡面要出來選 沒有關係 好 那 確實 有一些藝術家朋友 輾轉的 透過段位跑來問我 就說 欸 山山啊 你怎麼去弄得高美館 怎麼弄得到啊 我朋友都在問啊 他們自作就是在平東 他們旁邊打轉 怎麼弄到高美館的啊 我說 我就跟著兩位走就好啦 跟著哪個屁股後面走 我哪知道 我真的沒操作什麼 你可能操作了你自己沒有感覺 就好像 這上面那個三個表情 我不是隨便亂畫 因為我覺得 這個地方是一定很用力 因為他有承接了 這個話在裡面最辛苦的 所有的部分 安排啊 部展 策展啊 所有事情大家曉得 都要謝謝阿吾也 我的這個最傑出的學弟 那阿森就說 欸 我們三個應該有一幅合作的話 等下要講到 叮叮主題的事情 那三個表情就是 那我知道 最辛苦的一定是 前面這個 然後 最右邊那一枚 有一陣子 他有很多習慣你們 也許都不曉得有一陣子 你問他什麼事情 他跟你比哪裡都比 你一個健美的姿勢 這樣 嗯 中好棠樓結託位 他是經常有這種 這種舉動 突發起來的舉動 就把它畫出來 所以夢和一定是他要幹的事情 那主題也是他定的 那他就很辛苦的 好你要我開去哪裡 我就開去哪裡 那我是中間被叫上床 我說什麼 我們要進高煤館了嗎 那是不是要好好準備一下 他在某一次派保姆車來接我出去旅遊的時候 因為在我身體不太好適當的時間 其實阿神跟我通訊的紀錄是 我認識他快要四十年 總和 我們有時候一年不會同一個訊息 那 有一次上了他的保姆車 然後他就說 欸笑的 我們要弄個畫展 進高煤館 什麼 談電嗎 談電啊 沒有看到談的過程 很驚訝 因為你要知道進高煤館 不是一件西中平常的事情 那個 那一位阿威的大姐就最清楚了 他也是很努力支持我們 來承辦最辛苦的一位 好 那 我沒跟他怎樣 也不小心可能會被崇拜到 那當講的二毛是葵事公司董事長 他就最近想說 欸你們三人都可以這樣搞進美術館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接兩發發布來畫一下 你們有沒有缺第四美這樣 那個 董事長 那今天你是誰要來的 因為 他來要做商務場 比較貴 我一定不太想 然後他吱吱吱吱我就想說 打發他就敢 那你不要來算了 真的 但是他 我覺得 這一半有一個很疑似的地方 但我的董事長有一天 竟然跑到辦公室來跟我說 欸你們有空白的畫布 我說你要幹嘛 我有準備要畫圖了 他媽的你都進得了高美款 我進不去 欸我今天感動了滾石的董事長 想要開始畫圖了欸 這個 這個是蠻奇妙的 那蠻立直的 對對對 感到你們這些小朋友 因為看起來都是 還沒有開發的 一打格 但是那種 然後已經打過一場人生的爛仗 之類的 附在幾十億的那種人這樣子 然後一路活過來了 他竟然 陳殿下來說 他要畫圖了 這個 蠻立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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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佩服你 有嗎 有 我在後面等的時候 但是我已經跟全世界的媒體說過 如果拿不到我諾貝爾文學獎 都是斷崖跟蚊子害我的 那一天到晚跑來干擾我 好 我現在想到一個正經的話題了 我自己說 這是宇宙大批義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的了 從這個圖開始 這個圖呢 後面這個底色 就是有 那個 萬馬奔騰的河流有沒有 這一幅畫本來就叫孟兒 是哪一年的跨年演唱會 這邊你敢不記得 就是有一個跨年演唱會 我在前面唱 然後阿威在後面 從空白一直畫這個圖 六或七吧 沒有沒有 二零 二零 因為這個畫完才會有余縮那張專輯 所以是余縮二零零六 對 余縮是零五 所以那個大螢幕 就是還會一直在畫這個圖 後來這個圖畫完之後呢 我差一點把他拿去垃圾堆丟掉 因為不知道放哪裡 這麼大 我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呢 助理們就把他抬回公司 一直放在我那個衣物間 大概在兩年前 我打算斷捨離的時候 突然發現 這個東西應該值點錢喔 我想說 作為阿威的最大收藏家 他手上 我手上 他的東西 都已經變成幾十萬幾十萬了 這麼大的應該上百萬 我想說這個東西我來加工一下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個歌嘛 We are in the Yannasamaline Yannasamaline OK 啊那個 底色這個夢盒 本來是阿威放在場庫的 我就把它抬出來 從大概是從這個故事開始的 然後呢 我就跟袁柔說 這個事情 應該可以成熟了 我就在上面畫了一個 黃色潛水瓶 於是那天我們就 三個人聚在辦公室 開過的時候 來 那時候 三個洞 你要 把我們卡通畫 畫進去 所以 這一整個 差不多有二十年歷史了 對 對對對 所以你說這個 是不是宇宙大佩儀就決定了 大概是那樣吧 對吧 講到這裡 有一個秘辛要爆料 秘辛 我最喜歡秘辛的 秘辛 秘辛 一定要想辦法搞一個 把我們三個人DNA弄進去 那個DNA不是想法上嗎 是生不上 他說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不想睡得到那裡 不是啦 因為 有一天 他突然傳一個檢訊給我說 他說因為太痛了 所以他在醫院大叫 叫到那個 醫生跟護士在旁邊 然後不知道 他開車 然後 我就停在路邊 我就算覺得 宿醉就已經很痛苦了 估計 我想問他說 這種痛苦到底是多痛 宿醉乘以多少這樣子 然後我為了 讓他開心了 我就想說 要不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要推到我身上 個人注意 不是 我不是可以想嗎 嗯 那我們 嗯 秋前發生意 我們就 大姐 美術館的尺度可以容量 這樣的話題繼續 拜託 藝術創作 是不拘行事 對啊 艾未未讓他的謝德欣 他們早在紐約就已經 躺過咱 小雞雞都露出來了 我們算什麼卡 今天毛球我們來玩三個樓梯遊戲 怎樣 嚇死他們 阿倫又沒買票 對 妹妹輸不算 這個保證讓他們 撕一把薑 然後回饋他們 總之呢 這個故事就變成這樣子 我就想說 讓那個 蕭先生 開心一點 我就說 那我們來一個主意好了 我們把 我們那個 弄到畫上面去 然後 我們互相來猜 是哪一副這樣子 然後阿威知道這個事情說 怎麼沒有叫我 這麼好玩的事情 一定要叫我 所以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遊戲是 我們要來猜 我們把我們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放在哪一副畫裡面 哈囉 我們今天請尿事情 事情 事情大條 阿威說說話 好 好 換一次 好啦那個 秋千花學友 他上次叫我翻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叫做 那個 Bistory Show 那時候是照字面翻的 這更換句話 它叫做 不要進入到那個話題 這張畫呢 其實剛剛聖哥講 常在裡面 我記得當初 好像有一個 金 那個 那種 財金主 他出價要買 對吧 哪個 藍 藍教主啊 喔 當初 還一切都變了 你 女孩最容易變 對對對 然後我們還很開心 怎麼去分章 對 後來他就放進藏庫裡 我來講一下 齁 因為大家都一直 問 問說 他怎麼搞到 高女館的 我覺得 評審都是他的 分析 我在 我在想 馬克宏還寫信給他咧 評審算很花多 對 所以 我也搞不懂 對 要問館長吧 館長也有參加評審 對 就是這個高雄實驗場 他新的制度 我們是第二場 所以我們就來申請 那他是開放給各種 就是剛剛講的 不拘任何形式 你是舞蹈的 也可以來 然後任何形式都可以在這裡被發生 所以我們就 法三二的創作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制給看進來 所以就 當然是很開心就過了 過了就跟 陳根跟嚴重哥講說 要準備了 記得是在 2021的 那個 六月二號 就是 拿到公文 所以我們就開始準備 大概是這個 所以 不然不知道 他以為 你有很大的 惡事禮賽 然後 再來是 確實 確實這個 我們兩個 復興人 嚴重哥出道非常早 他們那個世代 我們這個世代 都是 被訓練的 所以我碰到這兩位之後 其實 申哥的這種 他那個耍賴的樣子 什麼都不管的樣子 確實 很多 在創作態度上 跟 跟我 有一些 衝撞 所以這個衝撞就是說 把我們這種 拘泥於很多形式的 也撞一下 不然他什麼都可以 他沒有在 沒有在 我們這個 學員的就不太行 但是衝撞之後 好像 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會稍微 嗯 我 我後來領教到這種 孤 你知不知我 有一次 因為其實 對 我不是在炫耀什麼 我覺得 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專注而已 當我知道這個事情 開始變得很大條的時候 我其實都還沒有動過 然後 我就 我就 這事情大條 我不知道要怎麼 我知道 我能畫圖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 搞成什麼程度 於是我就在我的牆 半端式的牆壁上 試圖畫一個 我就學那個 戴著那個 孟客的那個 青春期 我特喜歡 我就 我就把它 畫到牆壁上 然後我量一個尺寸 就說阿威 你可以幫我 弄那個尺寸的畫布嗎 他就送每一對過來 我 我想一看 哇靠 怎麼這麼大個 怎麼填滿啊 呵呵呵 就是後面的這個 於是呢 我就想說 那我要尋找一個 出發點這樣 那我就 大概從孟客 跟我的狗開始 所有的話呢 其實是在 TESTO 1 2 3 4 不要你有心病 就是在 惡魔攻打 烏克蘭那天 這晚上 我可愛的狗兒 Tommy 突然 快要死掉 我就跑去跟他說 謝謝你喔 Tommy陪我們15年這樣 所以 他那個臉部特寫 就是我幫他拍的 最後一張照片 我突然覺得他有一種 超越人類一種 悲天悲人的那種 瞭解 跟那個眼神 我就從 這張畫開始 我就把它 定名為 愛國者 對 我就叫我兒子說 你 這樣 幫我拍 來 愛國者 就 愛國者 就 愛國者 然後 愛國者當然需要一個 獨裁者 就畫一個獨裁者 在旁邊 然後 我想叫獨裁者 要學夢課一樣裸體 那就假裝是 那個 春情青春夢 就變成 農情青春夢 那 然後 再來就是 按照我的那個專輯 末日一續 因為 嚴重跟我講說 他為了要 止住他的痛楚 都要 把那個 馬飛針 馬飛針 對 不要講錯 不然人家會以為我吸毒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嘛 以前我們在吸的時候 你都不參加 你現在一次把他吸掉的一次嗎 馬飛是打進去的 不是吸的 不知道 確實不知道 於是呢 我就決定 畫一個 末日一續的感覺 末日一續的感覺 那既然你不是買了那個嗎 嗯 這個我可以 打個 折扣 完全打太多 那一張很貴 說不定有幾人 那張沒有 我保證那一張沒有 沒有 於是呢 我就決定 畫一堆英樹花 擁抱英樹花 大概就這個概念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啟動了之後呢 就開始了 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的辦公室就大爆炸了 然後呢 因為我之前沒有碰過油彩 這類的東西 我覺得 太好玩了 其實老實說 我突然覺得 我這些畫其實 都還沒有完工 我覺得 有畫其實 蠻奇妙的 就是說 可以塗塗摸摸 塗塗摸摸 然後一直再進行 再演畫 所以呢 我就產生一個概念 原來 美術真的是處理空間的藝術 而音樂只是處理時間的藝術 原來空間有這麼的 不可理解 Untouchable 大概是這個概念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覺得很 無以民眾的 我剛剛不是說的 叫孤獨嗎 我一直覺得 那種很美好的孤獨 畫著畫著畫著就會 笑 畫著畫著就會 哭了 然後我就 傳簡信給蕭大小說 我 我覺得 你可能會比較知道 孤獨的感覺吧 然後他就傳給我說 大家只看到我們很爛的那一面 都沒有看到我們的那個 你怎麼說的那種自律 對 對 原來做一個 藝術家是需要這麼高的智力 我是跨讀才知道的 辛苦你們兩個了 那這樣你要不要尊敬我們 因為這句話他講話在這裡上 沒有他都說他聽我講法文的時候 就是最近尊敬我的時候 所以每次都在不經意的狀態下 都要叫我去外面反映線 都聽不懂 有喔 我哪有對 尊敬 自律 自律 跟 對手 我不太喜歡一個人好像 就像高跟 他們跑到大西地基 其實根本沒有對手 他們瞎混對不對 就是 我老覺得 做一個事情 要有 要有什麼辦 比如說 在流行音樂界 要有羅大佑 李宗盛 五百之類的 什麼東西啊 這樣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 那呢 既然 在畫圖了 我就覺得 需要一個 什麼可以一起走的人 這樣子 所以 就是 有你們這個辦的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說 其實 說實在啦 對我來說 我已經 該有都有 那我已經 雖然 弄對他講還沒拿到 但是 我覺得 我很開心 我現在都在 都在努力的花錢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要請你們個相比 我在路上隨便買的 兩萬多塊而已 就是這個態度 我現在就是這個態度 我昨天還去當婚禮歌手 超開心的 超開心的 對 阿孫滿堂 所以我現在需要的是 對手 一起走下去的對手 我跟阿孫認識 快要四十年 快要四十年 其實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夢期 要比賽 這一輩子 做得比較多 對我來講啦 不要客氣出爪 有沒有 等一下 我的起盲人 我的三叔 台灣文學館 都有列進去的 叫才能人家 他以前在時報出版社 當時相應中 就已經很有名了 我叔叔 文采很氣背豐富 做得很豪邁 像一個俠客一樣 相應中第一次 進酒店 就是我叔叔帶去的 對吧 那個時候他們已經 變成 很有名堂的人 我還在當兵 我還在當兵 然後呢 我叔叔寫了一些書 然後我剛出道 他現在都已經很有名 又在滾石碰面 我們三個人就約定說 我們來比賽 作品 我們三個人一生 來比賽作品 後來還有文夏加入 文夏加入 阿先生 你唱歌是我們醫生的事業 哈哈哈哈 就這樣 不過我也要來比賽 就一起比賽 後來我叔叔在幾年前 66歲 因為超級流感 就過世了 所以我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不能沒有對手 我不准任何人 在離開我的對手的視線裡面 這樣子 我不管 我要用盡任何方式 我要把我的整個人生 就很拼命的 像血精一樣 奔放 然後 而且不准有人離開了 就這樣 現在又多加入阿威 所以正門越來越進去 所以我們好像也在做一些 就是說要比賽 他在布魯塞爾的時候 就已經 看出來就是 就是個對手 然後這樣到這邊 尊敬一下 這個布魯塞爾 你們有看到那個NB 我們這幾個 裡面的當事人 有一個人講的最好的實話 對不對 講了一個最誠實的實話 怎麼說 騙子不是你撿的 這個最擔心 最悲傷 最開心的是 他好像沒什麼長進 你說球 對 你說這個 這個整個也就是 以後大家一定就決定的 弟弟 幫我把那個旋鈕 隨便轉一轉好不好 我們音樂家實在是不能忍受這種事 我們美術家怎麼受得了 你現在是美術家的角度 他也在賣我賣鼓 某一年 某一年 我經常都是處於這種狀態 我經常都是處於這種狀態 比如說 我如果存過了一百萬 我就會拿去錄音 最早最早就是紐約 我跟老西匹 把老西匹看過世 然後呢 後來就發明去北京 去馬來西亞 都出去錄音 我這百一百萬 cash 例行支票這樣 我就決定去倫敦錄音 然後 倫敦 倫敦錄音事件是傻笑幫我喬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 在念那個 那個 上看 我就 搭上飛機 我就在杜拜 過境的時候 有一個馬子 長得普普 把他跟我聊天說 我在巴黎明書 明明書 你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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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如果你路過的時候 巴黎 可以來找我 可是那個 他的長相 沒有到 讓我 噴鼻血的程度 但是我錄完音之後呢 我就覺得 欸 那我去巴黎找他好了 我就買了一張小 到巴黎去 他跟我說 因為他剛好 跟他另外三個朋友 要開車去 海牙 他要去阿姆斯特丹 還有去 杜莎多福 科隆 他們要歐洲賺一圈 那我那個一百萬 大概還剩六十萬 我想說太好 我把他花光 一次就在 巴黎就上了他們那一台車 他老公的車 老公叫做 P.A. P.A. C.P.A. C.P.A. 第一站 就到布魯塞爾 就住在他的同學家 他的同學是老媽跟阿薇 他們一直在放五百的歌 接下來就換一張 就認識了 他一直很 很那個 care 有啦 應該有 因為我CD上面就放五百 可是陳生都藏下面 然後他也很care 我都不找他簽名 到了隔天要離開了 才說 對齁還沒簽 也還沒拍照 而且還沒手機嘛 對 就是 然後 啊對 那天早上我們去喝咖啡 陳哥做一件事情 讓我 蠻驚訝的 就是他寫上了他的 家裡的電話 公司電話 住址 還有 叫我留下我的電話 然後 撕掉他 所以以後我們就這樣 相認 好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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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張紙 就變成以後面相認的證據 然後 可是我想說 就 就 一天就 就是瓶水相逢 就離開了 可是過了 兩個多月 傻笑就打給我 我就說 喔唷 就是 怎麼會從你這邊打電話來 很好 是這裡的第一任的美術館館長 大概就是這個緣分 然後我深刻就來拍了那個《失戀人之舞》裡面那個 失戀人之舞的阿姨 然後也拍了布魯塞的 各位看到了二十幾年前的片段 那我覺得我跟老媽們還蠻幸運的 在留學的時候還蠻臭屁的 當伴父的學弟有這樣的福利 就可以把留學的當成有一個紀錄 現在有多了深刻的塔香 可是看起來那個感覺 我剛剛我看到很厲害的時候 我就分享說 Rakora Su Su 就是那個應該是歲月的這個過程 然後老媽也傳給我說 有餒 你嘛濕濕的給我 因為最後那個白髮髒髒 只有他變最多 那給他看出現了嗎 那 欸 老媽來一下 OK 好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腿部三合紅就出現了 以上 這個畫家也忍不住了 以上 以上 其實這是一個行動藝術一直在畫脈 等一下就是那個三個藝術家跳到水缸裡面 邏輯 兩個藝術家把一個摩體的藝術家進到水裡面 好耶 這個超接得比較大 剛剛講那麼多其實就是要講這一條河 夢河 為什麼 他講了宇宙大爆炸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個廣場看到夢河的展 我也覺得是很早以前 我不知道是宇宙大爆炸 但我相信這是明明之中就已經不定定的事情 那 當阿神在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聽到夢河 當下我非常的 有感悟 因為人的一生 你一定累積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他會會去成一條河 我直接就感覺 因為我們在辦展的時候 我們在辦展的時候 其實抓那個主題是很重要的 主人說應該把市長換掉吧 Sorry 個人造業個人幹 全都攤到哪裡去 我印象都不弄好 下次我們到我北美館 北美館的館長是我頭 那個 那個 講夢河 其實我當下感觸很多 還沒有講到DNA的時候 我想說 現在來做一個夢魂展 其實 那個音響不太同意我講話 其實是一個蠻適合的狀態 因為 因為 你知道現在坐著三位 這個肌骨還蠻軟Q的 你應該可以再 應該可以再跨個八十年沒有問題 你又陪我啊 我不要一個人去骨 我不要一個人去骨 因為 這個時候來做一個夢 怎樣 為什麼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感動很深 因為 創作 剛剛最頭 開始講的時候 創作是需要高度自律的 我 最近很驕傲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 在我生這個病的時候 我同時創立了 指尖化派 就是我這一輩子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因為我一輩子在追求 線條的一個氣場 我嘗試過各種工具 嘗試過各種線條 我 發表過一萬多幅作品 其實不簡單 就算 我們寫過日記 你想想看 你寫一萬篇 日記要經過多少個年頭 所以 創作是需要自律 另外一個是需要堅持 那 我跟你說 那一天 不是傳給你說 你告訴我說 發生 大家看到我們的 雷里拉卡 但是都不知道 我們的 字體 欸 這聲音很酷 我要來回去 這是我們的 裝置行為 看到我們叫我 行為 等我簡訊之後 我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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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小鼓 好啦好啦 他这个习惯 就都是不是也对去好了 这个习惯随便是不会改 这个是左小组的歌比较走路的声音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 说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心里的感受 我要谢谢他丢给我梦河这两个字 激发出这个画展里面很多的新的作品 第一个 我觉得那个喇叭有阿森的灵魂 那是还跟这个世界作对 这个是三个人磁场派场 我有一次在这边导览都没事 然后我当下就把它定义成 这是我的创作的生命正合 我从1985年开始创作 大家看到这个作品 也是因为它是一句话才有的 他说 因为他其实搞不太清楚 我指尖画画在表达的是什么 他说你可以把你那个毒水化的少年拿出来的 我想那个是快要四十年前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作品是一定要坚持时间的讨厌 这的确是1985年在中国时报 我刚开始当漫画家的那一年 二十岁画的作品 那现在快四十年 我觉得它并没有退流行 大家依然可以从这个作品里面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生命力 所以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解说台上面 那个是1985年的线条 用沾水笔压出来线条 在中国时报连载的 然后后面是用指尖画脉的画法重新诠释了一次 指尖是没有炒到的 指尖的每一幅作品 大概都在十秒之内完成 所以指尖对于线条的感应感受能力 要非常的强 那因为我对线条琢磨了也快要四十年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若创立这个 指尖画画就是我有一点点想骄傲 那中间这个艺术装置是说 我的一个长家 也是我一个拜把兄弟的之前花脸的文化局长 江岳辰先生他说 欸兄弟你办画展 为什么不弄个立体的东西 我说我现在没钱呢 他说我出 然后就有了这个艺术装置 这个要谢谢岳辰兄弟 那现在做成立体的时候 大家可以更能感受到这一个作品的生命力 跟他不同的印象 那这是奇异 因为他如果没有 他生没有讲 你把毒水坝上你拿出来 我不会想要把 快要四十年前的作品拿出来展 因为我觉得对我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把 我把梦河定定为一个人的 创作生命的河里 那就想到有意义了 如何从一个单谱的漫画 进阶到现在的 紫尖画派 还有一幅我觉得 我直接画派派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因为 阿神一句话 说梦河 梦河我在思考 因为我们创作其实是需要 对生命的感受感受 感动跟思考的 所以我就想我要画一条河 来代表我的创作生命 如何在一幅画里面去呈现 那我就直接想到了 我师固我在 就说如果我们不思考 其实我们来这个世界 其实是摆走一招 好像没有来过 所以我说我承载这个世界 给予我这么多的美好 出来混总是要还 所以我们应该要还给 这世界一些好的作品 让这些好的作品 能够留下来 那我就想我要画一幅 我师固我在的画 它只能有一条线 因为它代表生命的合流 创作的合流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个直接 因为它在 通常到五到十秒 真的要完成 它其实很困难 哇 哇 你们已经开始分享力了 哈哈哈哈 那一个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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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边有一幅画 就是有一个 人在沉思 呃 模样 哈哈哈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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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为我那幅画庆功 哈哈哈哈 你跟他说这个一万块 哈哈 配给你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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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幅我生活在 其實 我觉得 在哪里不是过真的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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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继续就回 OK 继续 那幅画是 我 一次合成 一次完成 一次成功 0.3秒 因为我觉得那幅画的气场 异常的强大 我觉得它会被历史留下来 呃 不管 你觉得看完大家像是成事者或是什么 但都不影响那一表现的伟大 我觉得 我画出这幅画的当下 我觉得我欠阿森一句谢谢 所以现在跟你说谢谢 刚刚都没听到 没有 我心一点是很跳 不要离开我啊 哈哈 好香 那你身边要帮我给100cc 等一下不要分那么多 然后 我觉得我们 快要把做台时间 用完 其实做台应该是 我们应该有很多互动才可以 那个安慰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 接下来应该 下午 把互动的时间 留给你 来的朋友 OK OK 谢谢总哥 我觉得这个世界 大家做人都不够狂 我觉得这个世界 都是政客在狂 我们普通人都不够狂 我觉得我们能赢到人家的人就是狂一点 狂到那种 嗯 这么说好了 我觉得其实 每个人都有改变这个世界的能耐 这不是理智书哦 不是这个意思哦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 我也从眼中身上学到一点东西 就是说 既然没有来生 那我就把我这一生 打爆炸 那你更差啊 这要害的 我判很亮年 我判 这也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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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自你出价的 这要出哪一 这要出哪一 一万 你又给你买一万块啊 你刚喝了我一碗菜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不够狂 自从我们的祖先 三百年前度回来到这个土地 我们无非就是要旷 不然离开那个祖国干嘛 因为祖国就很保守 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 就很像那个 故宫的那个 你是不是觉得很困难感 没有 哈哈哈哈 稍微有点动作 我跟家人说以前出门是不敢戴护照的 你告诉他怎么回事 有一天呢 大年初五 东风街 什么哇哥就怕了 我冲不上 你这不是假的 他们都没机会问你 哎呀他不重要 哈哈哈哈 对对对 然后这 他说回台北的时候我就跑到那个夜店去 我看到 村中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 两个人就喝完一瓶Whiskey 刚喝完 阿育就 啊 几瓶 记得你慢慢告诉我 我们其实在那个火锅店旁边的酒吧已经喝了第三瓶Whiskey了 然后呢那是当年初几 初五 然后其实我们都有一点酒育了 然后那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清醒的人叫方黏玉 大家应该首席嘛 军举哥我 没有人不敢不认识 因为这有一个背景故事就是我们两个人永远 在年轻的时候喝一喝隔天其实人就在蓬鼓了 这个都蛮正常所以我不敢带护照 因为他醒来的时候离家太远了 哈哈哈哈 然后身上的磐缠不够黑了 所以后来就讲好不要把故事戴在身上太危险 之后我们最远就漂流到痛苦 然后我们经常把这个事拿出来讲 蛤 阿神就觉得讲这种故事很美 怎么样 你有这种故事吗 那阿育显然在心里就一直满陷阱 然后那天就说 诶 那个申哥 你怎么 诶 已经喝第三瓶了 诶 看他做上三个空瓶 阿神就说 怎样 要加入吗 然后 好啊 好啊 然后就喝 然后 然后阿神就故意逗 阿育说 用没有眼睛看的不看 他说 下来 明天澎湖见 谢谢 然后我 我也喝了 大概六七分 我说 来呀 谁怕死 这个世界上他不太敢惹我 然后 阿姨就 有点荒疆 他要去跟我碰我 我没有去跟我碰我 我没有去跟我碰我 他就很着急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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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哥 那个 明天不是要录音吗 他就讲出了关键字 娘们闭嘴 哈哈哈哈 那个狮子座 怎么 可以受得了这种侮辱 被人家叫娘们 然后 那个故事 后来大家就混沌了 混沌了以后 通常我们 讲好一定隔天就在 就会在那个地方 所以隔天醒来我非常生气 因为我发现我在家里 哈哈哈哈 我应该在澎湖才对 很生气 我就打电话 对啊 喂 他说你们把我丢在家 你们自己跑去澎湖 啊 你在哪 我在家 啊 啊 我不是 啊 这个我那是说 澎湖的瑞富饭店 十二点门口集合 三个人分离去 哦 回家之后三个人分离 这个接下来我要讲 嗯 因为呢 有时候不带赛藏假装的笑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两个为什么 丢下这一把这一把 他说 笑的你现在打谁的电话 我说 打你的啊 你打我的什么电话 打你家电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打他太久了 你要问我在哪里 哈哈哈哈 我在那个时候也 喔 所以 这 这就是酒鬼 你知道吗 一个酒鬼打电话 你问另外一个酒鬼你在哪里 打他家的电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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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还是很生气 因为我觉得我被抛下了 哈 你在家 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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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再打一个电话 我又打电话 给阿姨 喂 阿姨你在哪里 我在旁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啊 你們兩個在哪裡 哈哈哈哈 我 我跟阿成都還在家裡 哈哈哈哈 嗯 嗯 哎呀 他還問我說怎麼辦 哈哈 我說嗯 嗯 你去找船長啊 我不認識他耶 本來我一點都不懂 有生氣的感覺 啊你去逛逛啊 沒有 我在機場啊 我已經在機場 然後 因為過年啊 每一班都爆滿 哈哈哈哈 都還不搞機票 啊 在機場做了一天一夜 哈哈哈哈 他 穿在桶湖兩天 哈哈哈哈 笑嘴三 都還在幹個這個事 哈哈哈哈 可是 我覺得很美好啊 我們去的時候 不是有沒有 我們醒過來的時候 已經在七美島了 然後就要那個消失漫畫的邏輯啊 看所有的牛都在抽煙 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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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種邏輯啊 所有七美島的牛都在抽煙等著我們去啊 對吧 所以他說 他說 會不會這些牛 天常都在抽煙聊天 看到人 人來了 趕快跑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只覺得消失漫畫就是這回事 啊 什麼漫畫嘛 我就是騙人的 像說 你會聽著 我們離開的時候 牛要起來抽煙 人類真無聊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你要不要讓人家 沒有沒有 我們還要再講 那個 我兒子的那個 筆記本的事情 聽過了算了 沒有啊 應該很多人聽過 沒聽過 最狂的日子啊 沒有醒過來的 然後呢 結束之後呢 因為我老婆 我送我一個生日禮物 是在我家的那個客廳 飛奔的火車 小火車 我說 誒言中 要不要去我家玩小火車 哈哈 很幼稚嗎 不會啊 我覺得很慎重 很可愛 對 就到我們家去 我們兩個就在開始玩小火車 來 邊喝邊玩小火車 有一點無聊 來玩BB彈好了 喝兩把 一把給你 來 我抓一把 然後就在餐桌上來 拿一個本子 畫圈圈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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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有紙彈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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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音笨進來說 媽媽媽媽媽你看我的盆 你看我的姿勢盆 我的臉亂不 怎麼變成細胞浪了 我真的害了我兒子 他本來可以唸台大 他只有得到正大而已 對 阿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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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放哥52歲 當阿公 他好煩惱喔 因為小孩子要給他帶 對阿 我說 你媽的現在人是怎樣 在嘰咕嘰咕的時候 都不會想到後果嗎 我們來拉回來的夢想一下 阿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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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燕忠老師 好,那個 我想問那個小燕忠老師 這個指尖畫派的部分 就是我們看這幾部作品裡面 其實都是用平板來做畫作 那從實體的筆到一個指尖來的平板來畫作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掙扎的心度力 或者是怎麼去詮釋你心中的想法 我其實是負各式各樣的工具 而且其實我很排斥3C產品 搭骨這裡排斥 其實是偏見 那不管 那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墨水滲透到紙張裡面的那種感覺 而且那個原稿留下來 你看自己的原稿 哇,怎麼可以畫得這麼漂亮 有時候自戀的時候拿出來看一下也是蠻好 所以我沾水筆用的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排斥3C 那沾水筆有沾水筆的極限 當我追求一氣顆子的時候沾水筆做不到 因為它是靠 它是一個會開插的鋼片 它的腹部是可以濁墨水 所以你沾墨水的時候 交平你的經驗 我這一筆要畫多長 它可以存在多少 然後粗細 存在多少墨量 一筆完成 你一筆不能完成的 要接筆的時候 對我們這種受震動美術訓練的時候 靈魂是很增長的 因為應該一氣呵成的線條 你中間接一次 我覺得那條線條就死掉了 只是因為我們呈現出來 給你在抗議上看到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那個是接過的線條 你們看不出來 可是我們騙不了自己 我就不會有愛 嗯